因為六月無思遙跟徐小新的爭議 讓石牌美食是聲名大噪 今天三菱新聞團隊就要帶大家 來吃石牌美食 首先第一站你不能錯過的 就是玉米一路 才剛起鍋 香味扑鼻而來 這間沉寂炸雞是石牌商圈排隊名店 距離石牌捷運站步行不到五分鐘 人氣商品就是炸雞翅 皮薄鮮嫩又多汁 還有炸雞排只要五十五元 高CP值 人潮 絡意不絕 因為他們的還不錯 滿新鮮的 半個月吧 不能錯過的美味 還有這家阿川水煎包 別看他個頭迷你 一口咬下酥脆外皮 包著高麗菜配小蝦米 有夠juicy 一顆只要七塊錢 超便宜的銅板架 首客一買就是十顆起跳 才剛出爐不到一分鐘就被秒殺 晚來的 要再等等囉 還有幾顆 要等多久 吃完鹹的走路一分鐘消化一下 帶你吃人氣甜點 天氣這麼熱來到石牌 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這間超人氣的古早味冰店 點三碗黑糖爆冰加上五彩繽紛的粉圓 看起來消暑又吸睛 還有招牌燒麻薯老饕必點 黏呼呼的麻薯撒上花生粉Q彈口感 一吃就難忘 石牌美食臥虎藏龍捷運站一出來 不只剛剛介紹的玉米一路美食 還有人氣爆棚的阿財鍋貼 家常石牌彈牙麵 被紅茶耽誤的侯美國紅茶好吃雞肉飯 捷運站第一頭有半夜一點大排藏龍的滷三塊五花肉飯 知名主廚江振誠從小吃到大的無名蛋餅花生湯 讓你從早吃到晚石牌美食超級多 只讓韜客大探一個胃真的不夠用 三粒新聞黃沈門的GNT報道